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听或者收看我们的中美大师随身听节目 今天是第18期 这两天我期待已久的一个相声节目 相声有新人终于上线了 可是第一时间观看之后 居然第一集就出来了一个大爆点 这个节目本身我就不评价了 属于萝卜排菜各有所爱的问题 但在这个节目中最后一段表演 对李公科的博士夫妇在台上说了一段 我根本没有笑的相声 然后结束以后啊 拿手指着郭德纲讲话 而且同时直呼于谦的名字 这本身已经是很没有礼貌和教养的事了 可是大谦世界无奇不有 林子大了什么鸟也有 所以啊 我认为哪怕是节目主为了宣传炒作而故意做了这样一个局 做了这样一个表演 也只是个人的事 可我今天要谈的是 他们在节目上直接质疑当前相声的内容和表演方法 他们甚至还自创了一个所谓的公式相声 然后在节目中表演了这样一个所谓的公式相声 结果一点都不好笑 当时我的头脑中发音出来就是两个字 民科 他们就是相声界的民科 民科是什么呢 我现在引一段百度百克里的定义 民科是自称民间科学爱好者的一类群体的简称 但也区别于广义上的科学爱好者和非官方科学家 本质是梦想着不需要学习 只凭借胡思乱想就能推翻科学大厦的望人科学家 就望就是狂望的望 那么他们身上具备的一般特征有 第一都对科学具有狂热而近乎执拗的热情 却不曾接受过基本的专业训练 也无意接受科学训练 而且他们会以独特的梦想为由 拒绝进入科学共同体 拒绝接受同行评议 拒绝承认既有的专业规范 拒绝从专业角度出发的任何批评 不了解 也不接受科学共同体的基础范式 与科学共同体不能达成基本的交流 这就是明科与另一个群体业余科学爱好者之间的根本区别 我个人本来是鼓励每一个人都应该去思考科学问题 所以在我原来定义里面 就明科它本来应该是中性的 但之所以现在明科这个词越来越带有贬义 就是因为有太多的这种妄人科学家的丑陋表演 那么这一对说相声的博士夫妇应该就是针对相声这门科学的明科 他们对相声的确有热情 但从他们的表演上来看 并没有接受过相声的专业训练 举手投足都让我当时看的还真的是挺尴尬的 那么他们不承认现在相声的技巧和内容 也无意接受郭德纲的意见 当然了我还了解到一个小八卦 就是他们现在走的和江坤以及鸟府这些相声人非常近 这些人是跟郭德纲有过过节的 所以这也可能是他对郭德纲不客气的原因之一 这个我们先抛开不谈 但他其他方面的表现确确实实就是典型的明科 郭德纲在节目中说了一段话 他说你的活好不好 商演能不能坐满是唯一的检验标准 这和我们常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完全一致的 好的表演必须首先做到能让观众愿意花钱买票 达不到这个标准的所有表演 就和我们带着自己的孩子去找亲戚 亲戚让孩子们在他面前背个唐诗啊表演个才艺一样 这完全是一样的性质 所以啊这对夫妻党说他们自己在学校里很火 可我觉得啊其实并不一定是他们说的好 而是亲戚们想看小孩子表演而已 所以今天我们这期节目 讲的内容其实就是让大家去尊重一个专业领域 尊重这个领域里的专业人员 不要想当人的去以行外人的身份 对某个行业的从业人员甚至这个行业本身指手画脚 不过呀我们身边这样的事情太多了 我们自己几乎每天都也在做同样的事情 比如说我们是不是经常在谈论国家大事啊 我们是不是经常在说 某国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执政 某个公司应该怎么怎么样发展 某个球队应该怎么怎么样个踢法 不过这些都还好 都只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小观点 只要你不违法违规 没有过激的言论和行为都无伤大呀 不过有些观点呀 会影响他人的判断和决策 这些是我们强烈不赞成的 比如说我们在美国的华人圈子 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例子 我们有一些人要买房子 所以他就问旁边人说 你找哪个房产经纪好啊 旁边这个朋友啊就跟他说 你呀不用找一个买方的房产经纪人 那些经纪人呀没有用的 他们做的事情只是你想看房的时候 他们给你开门 你要买的时候呢 他们帮你递交购买材料 这个在美国叫做D-offer 所以呀很多第一次买房的人 就听信了他们这些朋友的这些话 就决定跳过买房经纪自己看房子 然后直接与卖方的房产经纪讨价还价 或者呀找一个房产经纪过来 就说你呀只给我开门 只给我递交这个offer就好了 那你呢能不能少收点钱 把你的提成的一部分呢还给我 那有些新手的房产经纪啊 为了可以获得一单生意 哪怕少赚一点 甚至不赚钱也都同意 不过这样不尊重房产经纪 这个行业的行为 最终伤害的应该就是买房者自己 为什么这么说呢 难道买房使房产经纪还有更多的用处吗 我虽然不是专业人员 但是我可以给大家分享几个 我能看到和感觉到的房产经纪的一个重要性 比如说他呢可以凭经验 发现房子里潜在的问题 像我自己看房的时候 我的经纪人就告诉我说 这面墙它不直啊 它可能的原因是被水泡过 我的老天爷 我们在房子里站了那么长时间 我们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如果真的是被水泡过 那么你们知道 美国的房子大部分都是木头做的 被水泡过的那个木头啊 今后都有坍塌的风险 这种事情你说重不重要 一定重要啊 可是靠第一次买房的我们能考虑到吗 至少包括我在内 我相信很多人都不会考虑到 我听都没听说过有这样的问题 那么这就是专业人士的价值所在 那房产经纪韩能干哪些事呢 韩可以帮你讨价还价 也许你也可以 但是你绝对没有他那么专业 比如说韩是我的那一位房产经纪 在我已经为一个房子出了个价钱 递了个offer出去之后 他呢有一天突然发现 这个车库的地基水泥的边上啊 有一点裂痕 其实这并不是什么大事 因为他专门找做这种 处理裂痕的这些工程员员 去看过检查过 也估了个价 对方呢说这个其实不是什么大问题 可以修也可以不修 那即使就修呢 也只需要一两千美元而已 那么他呢就以这个为理由 就又和这个卖方去讨价还价 居然又让卖方最终又同意 降了几千块钱 那你说这个事情我们能做吗 至少我自己是做不来的 那他还能做什么事呢 比如说如果你是个投资人 那他可以根据他了解的市场 帮你提供最优的投资选择 比如说之前曾经有一位大陆来的同胞 拿了两百万美元要买房子 他本来就想直接买一套两百万美元左右的投资房 然后就出租出去就好了 但是呢有一个资深的房产经纪就告诉他说 他这样做呀风险太大了 他应该怎么做呢 他可以用这两百万美元买几套不同档次的房子 然后分别出租出去 这样呢就降低了租不出去没有收益的风险 甚至可以降低遇到紧急情况 比如说地震造成了灾害的一个风险 所以说这样是不是也是房产经纪 他们的经验给我们提供的价值呢 当然了买房的过程中还会有很多其他像我们这样新手 根本就想象不到只有好的房产经纪人才能处理得了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这些呢都是我们必须要找一个 而且要找一个好的房产经纪人的原因 所以一切忽略了这些问题 而简单的认为美国的房产经纪没有什么用处的人 在买卖房这个专业领域来说也算是明刻了 那么这个话题的最后呢 我再举两个跟这个话题有关系的例子 一个呢是网上流传了很久的 关于当年一党求职节目《非你莫属》 在那个节目上有一位民科上台提到了引力波的概念 被一堆不懂引力波是什么东西的公司大佬 也包括在被这个称为科普和打假先驱的方舟子在内的所有人的嘲笑 当引力波被实验证实以后啊 就有媒体在炒作了 说当年本来可以先发现引力波的中国人 就是被这些大佬们埋没了 但其实看过那段视频人应该都能清楚 当时在场的嘉宾们嘲笑的呀 是一位典型的民科人士 这位民科人士班引力波的概念出来 并不意味着你懂或者你可以证明 哪怕你可以用这个概念来做什么事 当时那位求职者呀 确实只会让概念出来忽悠人的 所以被人嘲笑其实非常正常 但当然我也不喜欢当时各位嘉宾们面对民科态度 我也觉得也是缺乏对人的尊重 这一点让当时的各位嘉宾可以学习一下 博德纲先生在面对那位民科相声夫妇时的态度 那种真是大家风范 最后一个例子就是一位现在在中国大陆非常火的科普老师 李永乐 李永乐是做什么的呢 李永乐最近发布了一系列的一些科普视频 用很简单的推导去帮助大家去理解一些科学概念 他其实在做一个很好的工作 只不过他在世界杯韩国队德国的比赛结束之后 发布了一则视频 用概率和总进球数这个概念呢 去帮助弱队 也就是韩国队来出主意 怎么去对付强队 那他的理论是因为强队更强 所以每进一颗球的时候呢 这颗球是强队得分的概率更高 那这个是没有错的吧 那么当立场比赛总进球数越多的情况下 强队获胜的概率就越大 这个推导呢 从概率上来讲也是对的 那么李老师就得出来结论了 说弱队就需要通过防守来降低总进球数 这样呢 通过最小的总进球数来达到自己最大的获胜可能 所以他就认为说韩国队呢 就是为了追求最小的总进球数 所以他们来选择了防守 那最终哎 获胜了 那么对于我来说 我是一个一年能看50多场球的一个伪球迷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用这种新奇的角度的理论 去解释弱队要防守的这样的一个战术 那么我觉得啊 李老师这个解释就是有点明科的意思 就是一个不懂球的人 硬要用一个自认为可以解释的理论 去解释足球战术一样 所以后来我就做了个视频节目 来反驳这个理论 而且在节目的最后呢 我表达了我的观点 说希望非足球专业的人 不要轻易的谈论足球场上怎么踢的问题 不过很遗憾 这个视频啊 发到了国内某个网站之后呢 一下子就成了重视之敌 被几百人围着教育啊 更有不少人用各种语言去谩骂 当然其中也有大概5%到10%左右支持的言论 表示他们是听懂了 确实李老师的这个分析是不周到的 那这其实很正常 前一段时间呀 原来的一个足球记者 现在整天忙着在机场 做青少年足球事业的董璐 刚刚就怒怼过白言松的一番言论 关于中国足球要怎么干 那董璐的意思就是说 你白言松作为一个节目主持人 你可以说中国足球确实踢的不好 没什么问题 但你不是搞足球的 你还没有足够的能力 或者资格去指点中国足球 怎么做才能变好 也就是说你缺少一个现实基础 你讲的东西只是在减空中楼阁 所以呢 我再说一次 请大家尊重专业领域和专业人员 他们有他们的价值 他们有他们的努力 他们有比我们在这个领域里 更深入的思考实践和经验 灭高人有罪 我们需要有对自己没有涉足的专业的敬畏感 好的 我是雷青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YouTube频道 Connect USA in China 以及微信公众号 一路直北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